派遣工遭到任意解雇或是权益受损案件评传 旅有争议 要派公司和派遣公司也常互踢皮球 近年工部门也大量引进派遣人力引发批评 派遣劳工保护法草案对政府机关可以使用的派遣人数采用总原额控管 也就是说整个行政院所属的单位派遣员工人数加起来不超过上限就可以 不个别看单一部会 目前行政院约有373900多人 以3%的上限计算最多可以雇用11200多人 而根据人事行政总处统计 截至去年9月底第三季最新的行政院派遣人数一共有10300多人 行政院园民会雇用派遣员工8人 农委会和经济部都超过2000人 尚未超过劳委会所制定的总雇用人数3%的派遣人数上限 不过劳工团体质疑政府机查的能力 认为这些数据还不包括临时禁用人员以及劳务承揽人数 未来全数纳报将远超过3% 有一些部会早就已经超过30% 比方说3% 但是这一次的立法呢 它却是很宽松的方式 是说它是用总量来管制 是总量所有的政府部门加起来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用这种便宜形式的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这没有办法交代 因为它对于民间企业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方式 那政府在全世界的国家 政府使用派遣的方式几乎是非常非常的少 几乎都没有 都是不能使用派遣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先把政府的派遣的问题来解决 劳委会指出目前的派遣员工 薪资平均是一般员工的7成6 雇佣派遣工政府部门或企业公司表面上 对薪水的支出成本可以少很多 但劳委会认为 企业公司透过派遣公司来雇佣员工 整体来说不见得会比企业公司 直接雇佣员工来得划算 因为派遣公司还会从中抽取利润 派遣员工的权益可能因此被牺牲掉 有些要派公司告诉我们说 他其实成本不低 那为什么派遣员工都说他拿到了不多 或许是中间有一段的钱 那为了避免这个状况出现 我们其实有一个做法 就是派遣公司要给派遣员工 有一个工作单 上面有写说我给你多少薪水 关键是说这张单子我要给要派公司 要派公司就会知道说 我每个月付给你派遣公司 这个人付五万块 你为什么只给他两万 他的立法的规范呢 比起其他国家 是以最宽松的一个立法的方向在做 所以我们觉得呢 这个绝对还要进行 这个法令还要再做更大幅度的修改 才有办法解决目前的派遣的乱象 劳工团体也认为 这次立法只列出禁止使用派遣的职类 是大开方便大门 应该以正面列表 谁能用派遣公 虽然有3%的上限 劳团依旧不信任政府的执法能力 劳工权益 劳委会恐怕还需要和社会团体进一步讨论 记者 台北市采访报道 您把周区野剂道站进行 大户